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春琳 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姓名的影响力 好名好运来 坏名害一生 俗语说 四子千金不如交子一役 交子一役不如四子好名 广东人讲 今生不怕生错命 就怕你取错名 孔子也说 名不正 则言不顺 所以名字不仅是一个符号 它还允含人的精气神能量 会影响到一生的运势 包括我们的事业 财印 感情 亲情 还有个性 都是受名字的影响 就像音波座一样 好名字越叫越急 凶名字越叫越凶 有一些人 他用英文名字来叫 来取代华文名字 他不晓得说 他原来的华文名字 要凶的话 那一样是花凶的 我们在取名字的时候 不要用帝王的名字 要禁用他 因为他会损伤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财印跟事业 像瑶 顺 乙 西 这样的名字不是很好 像徐希妍的西 就不是很好的一个名字 包括有人用这个小 日瑶小 也会影响到婚姻感情 另外我们要注意的 像这个安 燕 或者威 这个有藏女生的这个字 女这个字呢 容易换小人 有暗桃花 像这个威有一个女生 那就是很容易换桃花 金屋长焦 当然我们要注意 这个桃花树有像22画 26画 27 28 30画 这个都是婚姻胸 会换小人的 比如像这个22画 就很容易金屋长焦 换小人 另外我们看 这个郑爽加起来是30画 30画也是婚姻感情的一个胸像 也不是很理想 会遇到一人不俗 换小人 当然我们名字一定要注意 女生尽量不要有这个单字的 就正爽这个单字的名字 因为单名的话 婚前很好 婚后要靠自己打拼 劳碌 而且这个婚姻感情会有阻碍 另外我们要注意 像孤寡树 33画 39画 这个女生用的话 她的婚姻结局都不美 是孤独的 像前志弦 33画 会有婚变的现象 要特别注意 当然 像赵丽颖 人格33 也是属于婚姻感情不顺的一个现象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另外我们像 姿 美 冬 冰 雪 还有霜 这个有寒冷 辛劳的意思 所以比较会有下半身的毛病 同时 婚姻感情也会出问题 另外我们要注意的像 红 霞 霞 这个是稍纵即逝 所以要注意 婚前很好 婚后是花胸的 还有要注意一下 女性朋友 要注意像 这个霞 蓝花的蓝 芬芳的芬 以及花 针 这种名字呢 都会产生下半身 妇科的毛病 用的时候要非常注意 一样的 各位朋友 假如说你要取名字 也要符合我们的六个条件来取 那假如说你有这个名字上的问题的话 想要给我批算姓名财官印的话 记得把按赞跟分享三个群 我会免费给你批算你的姓名财官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